不要說更多人說你,你做好自己就OK了 好像接下來的女明星 她做小龍女都入型入甲 不一樣,好多人說她 這個女生聰明很多 她這個圈都可以說摸爬滾打很久 她學懂了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不理別人的閒言飛語 第二樣東西就是適時幫自己減下壓 她是誰那麼聰明?她就是劉逆菲 在娛樂圈裏 古典味十足的女明星 除了小林代玉桂倫美之外 還有神仙姐姐劉逆菲 她每次出場都好像小龍女穿越時空來到2010年 擺出一副不食人間焰火的樣子 演技還是讓大家去評價 但是基本上我從來沒有覺得美麗是負擔 上次穿了一條紅色晚禮服出來驚艷全場 而這一天,神仙姐姐決定褲出去了 穿條拖地的長裙,又怒向見又怒小蠻腰 搞到站在旁邊的力宏哥哥都忍不住 要望到兩眼 不過若果楊過哥哥在現場的話 一定會大大聲地說 小龍女,你快點給我穿上衣服 楊過哥哥,你還是省一口氣暖土 人家戲裡面的男主角王力宏 就是喜歡小龍女這麼健康的性感 無論你怎麼說都阻止不到她兩個暗通款曲 私底下溝通的感情 唉,我一輩子都想不到 若潔冰城的小龍女竟然都要改行性感路線 我真是慨憚 這個娛樂圈已經沒有真正異常的玉女牌掌門人 浮誇勒作狀了 我撐劉亦菲,我覺得你應該多些變 沒理由天龍百步也是這個款 神雕俠女也是這個款 善女優雲也是這個款 遲早就吐死自己 多些變,多些變,多些變 變是對的,但接下來這位女星呢 善女優雅